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前景看淡下 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也多次宣布下调全球汽车售价 而春节前新一波的降价幅度超过了10% 当中特斯拉畅销车款纯电动汽车Model 3 对比疫情前的最高点和如今的最低点 这款车的降幅就达到了35% 此举难免让早已经是高价下单的车主愤愤不平 自认成了冤大头纷纷涌向特斯拉门市抗议 根据路透社视频中在中国成都一家特斯拉经销门市 出现了大批的车主抗议的画面 但却是无法确定这个视频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 根据报道这些车主是因为无法享有降价的优惠 而觉得一难平才上门抗议维护权益 这次是特斯拉短短不到三个月二度降价 中国媒体向特斯拉客服查询 获得的官方回应则是 如果车主已经是下订单单位提车 是可以在当前官网价格和订单价之间二选一 不过如果车主在降价之前已经是提车了 则是无法享有上述的政策 有心车主就表示 特斯拉的这种操作 稀释了整个品牌的声誉和形象 而且新车的价格随时要比二手车还有便宜 严重打击特斯拉的二手车市场